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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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非常勇敢的记者 既然你敢单刀指入提出问题 那我就不会刻意地回避 大家都知道 顾向如先生曾经是银行界的翘楚 商界的精英 可是他至于公众利益而不顾 造成的金融动荡 坑害了百姓的利益之后 携款潜逃 这不能不说 是一个人在时代下的悲剧 我为他感到惋惜 那您和顾向如先生又是什么关系呢 唐正一生信奉法律 相信在健全良好的制度下 才会有公民意志的真正决心 同时 唐正也信奉古人先哲的格言 君子之交淡如水 有人披露说 前一阵子在上海呼风唤雨的贵公子 就是您和顾夫人的私生子 我希望造谣的人 能够站出来和我当面对质 古希腊人说得好 谣言止于智者 可是您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原因 顾夫人因为丈夫生意上的失败 跑到我的办公室里来哭闹 不幸酿成了坠楼这样的惨剧 在此我要说的是 逝者为大 我们就不要在此 对死者妄加踹锅了 这样非常的不合适 似乎这一切矛头 都是指向您的 你说到了问题的关键 我记得晚清大臣林泽徐 曾经辉豪写下了两句诗 可以代表唐正此时的心境 勾立国家生死义 其因祸福必屈之 我们已经下达了冲击令 全力追击顾向 相信顾向如落网之后 所有的事实真相都会大白于天下 我已经下达了冲击令 各位可以尽管地提问 唐正自当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同时我也代表 另外几位说出我们的心声 我们个人声名荣辱是小 可是我们的背后是政府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 那些造谣的人的真正目 您是说他们背后是有人指使的 我更愿意用事实来说话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这样的风波迟早会发生 唐警察官 能给我们讲的再具体一点吗 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唐正叫你来的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你的任务完成了 我死了以后 麻烦你把我烧成灰 扬在空中 我不想在这该死的世界里 留下一点呆过的痕迹 你这么说 什么意思 你以为我不知道 这些饭菜里有毒吗 我活着 这是唐正最大的威胁 他能让我活着吗 你真的不怕死 死也许对我来说 是一种解脱 我差点娶了自己 同母一父的妹妹 听说 那个生我的女人 也跳楼自杀了 我干了太多坏事 应该受到惩罚 既然你都明白 我也不说什么废话 还有什么话要留下吗 告诉唐正 我先去地狱帮他探路 我在地狱最深处等他 我更多地狱帮他 好 好 后面没有人跟着你吧 放心 没人注意我 想办法搞到船 我要尽快离开上海 警察局已经发出了通缉令了 你已经被列为金融诈骗的药犯 你现在哪儿都去不了了 不行 我不能在这儿等死 那我替你瞅瞅看 实在不行 就坐火车走 等我将来东山再起的时候 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好 那我先走吧 我晚上过来接你 你就待在这儿 哪儿也别去 好 我在这儿等你 我们不见不散 好 什么 你要我把库存的枪支弹药都卖掉 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才想出来的权宜之计 去 这是要吊倒戴的 兄弟们扛枪打仗 不就是为了让家里人能有口饭吃吗 这连续几个月都没有发军饷了 军心已经开始浮动 万一有人在这儿挑事 后果不堪设想了 那也不能卖给那个新古代 都卖给他们 能卖给谁 咱们先暂时把眼前的危机给应付过去 没有钱 谁会替咱们卖命 然后呢 军想追回来 咱们再把库房的亏空给补上 这一进一出 兄弟们手里有了钱 装备也能换成新的 咱们的日子也就好过了 上面要是追查下来呢 能拖就拖 拖不住 咱们就把兄弟们的子弹带里 装一些玉米切子 冲树 你小子会门道不少啊 我跟他们都联系好了 他们就等到了发货了 说吧 你从中捞了多少好处啊 您吃肉 我就跟着喝汤 您的那份 我早就替你准备好了 此事关系重大 绝对不能走入风声 要是出现半点纰漏 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放心 绝对安全 是姐姐回来了 你不用害怕 我就是回来拿点自己的东西 那我给姐姐倒杯水吧 不用 这我们家 不用你欠引擎 杨杨 不许没礼貌 你叫婉若是不是 是 我来喝水 自己会倒 你坐下吧 我想知道 你是真心想跟雷旅长过日子 还是贪图他的荣华富贵 我是真的想好好和雷旅长过日子的 姐姐你回来吧 我会好好伺候你们俩的 我自己有胳膊有腿 用不着别人伺候 我知道姐姐看不起 像我这样的风尘女子 可我毕竟是个女人 我也想姥姥能有个归宿 那你就纠正去找 做中标点的事吗 杨杨 我是个下界女人 可自从跟了雷旅长之后 我的身子 就再也没有让别的男人碰过 她把我熟了出来 让我在外面住下 还心事淡淡地告诉我 说一定要娶我进雷家 我等着 一直等着 终于高高兴兴地上了花椒 可谁知道你们两个 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这花椒究竟是怎么回事 雷丽刚真的说过要娶你 我真的没想到 会伤害姐姐 可我是真的走投无路 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 如果有一天 她不再是旅长了 也没有现在的一切 你还会跟着她吗 那也只能夹鸡追击 夹够追够了 我就是回来拿点东西 拿完我就走 你要去哪儿啊 这个就不需要你操心了 你既然回来了 就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吗 不用解释 你没有错 以后好好地对宛若吧 你说这么多年的夫妻了 你真的忍心一走了之 我想一个人安静地 想一些事情 雷洋 别让你妈走 你妈 你别走 要走也是这个女人走 姐 我求你别走 你不在家的时候 雷律上一直也不归宿 我求你再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吧 我会好好伺候你们俩的 爸 这些都是你造成的 你没有去道歉的话 对我妈说吗 你爸整个我闭上 整天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的你 这儿有你说话会儿吗 我有我的理想 平时把理想法 夹在我的身上啊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跟我来 你就别生气了 这些天家里家外的事都搅和在一起 我都焦头烂额了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 我做错什么了 仇人追杀 军界内部清扯 顾向我 设计卸看我 还有那个雷洋 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整天摆弄那些个画家画笔什么的 你说这哪一桩哪一剑 他怨我呀 除了宛若 那也是 为我们的未来考虑啊 其实 我今天来是来向你道歉的 这些年 我一直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中 从来没有走出来过 那你是原谅我了 你南针北战 流血流汗 才打下了今天的位置 才有了今天这个家 他们只属于你一个人 你应该和你喜欢的姑娘一起分享这一切 而我 也应该回到我的过去 你回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你不为我着想 也得为雷洋想想 他已经长大了 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我明白了 这么多年 你的新闻从来就没对我敞开过 表哥 谢谢你这些年给我优厚的生活 和奢侈的享受 可我始终觉得这里不是我的家 我只是个客人 所以 现在我把一切都还给你 你 你看看身边 哪个男人没有三妻四妾呢 你说你就为了这么一点小事 你至于离家出走吗 这个 我不是离家出走 表哥 你已经有喜欢的女人了 她也是真心想跟着你的 你们应该好好地生活 我已经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你逼的 是我逼的 这么多年的夫妻 我从来就不知道你心里边想什么 我问过自己 是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这样 于是我疯狂地找了无数的女人 可她们的眼里 却是贪婪 无耻 直到我遇到宛若 我在她身上 看到了一种 从来没有过的温暖 和柔情 我在她身边的时候 我却总把她当成你 我想把她和你 合而为一 因为这样 我的世界才是完整 这只是你一向情愿的想法 是 是我一向情愿 当年 我回到老家 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认定 这个女人 就应该是属于我的 我不但要得到她的人 我还要得到她的心 我要拥有一个完整的大力 为了这一切 我可以连我的命都豁出去 你想说的就是 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就一定要得到 我凭什么就不能得到 我想得到的东西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才是和你最配的人 我凭什么不能得到你 不说了 我到底该怎么做 你才不走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要走 这一切跟宛若没有关系 可能 可能是命运的捉弄吧 你让我感觉 我这大半辈子都白活了 小梅姑娘 表哥 你觉得这样很有意义吗 这件事绝对不会是偶然的 这个世界上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 先是雷丽刚的丑事被揪了出来 然后是我和顾向如的恩恩怨怨 能把我们三个联系在一起的 会是谁呢 阿福 你马上把那些当年和我们做过队的人的资料 全部拿来 那些人实在太多 恐怕一晚上都翻不完 一晚上翻不完 那就继续翻 别人已经打到门口了 我们连敌人是谁都不知道 你派两个人守在门口 我和你一起查 夫人早上吩咐过我 希望你晚上回家吃饭 她最近 倒是一反常态地关心起我来了 不管了 你先去把资料拿来 好 戴柔啊 这几天事情太多了 我就不回家了啊 没办法 想为社会做点事 也只能这样 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 好 那就这样吧 嗯 保重啊 再见 大理 快点 拿来的 你们两个 轮流守在外面 任何人不许进来 对ane人不许进来 你说是怎么了 怎么还喝喜酒来了 坐 你以为只有男人 才能喝酒啊 我发现 这酒可是好东西 喝了以后 能让你忘记 所有的痛苦 让你留在那个 充满幻想的世界里 永远都不想出来 可惜啊 梦总是要醒过来的 这人生 就像 我二草医啊 昨天还生机盎然 也许经过了一场秋雨 就让你感觉到了 衰败和无力啊 是啊 万事万物 都有自己的心身融衰 你今天怎么也变得 乖乖的了 都想起来 全上海的人都知道 雷旅长娶了一个 二房太太 那个大花轿 都带到家门口了 就娶也不是 不娶也不是 你说说堂堂一个雷旅长 居然被一个烟花女子 弄得乱了阵脚 我不问你了 你也别问我 咱们就这么坐一会儿 好 那我不问你了 陪我喝会儿酒吧 来个杯子 好的 来来来 行 知我者为我心忧 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悠悠苍天 此何人斋呀 来 过去爱花的带柔 如今却爱上了酒了 幸福的家庭各有相似 不幸的家庭 各有不同 也许我应该应了 老托尔斯泰那个教唤 做一个出走的娜娜 我知道我们大家都想要幸福 可就是不知道 幸福在哪里 来 再喝点 我许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呢 不可能了 他答应在房间等我的 而且说不见不散 任没走远 三个兄弟 顺窗给我追 你跟着我 你 在这儿守着 走 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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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人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说早上怎么能听到起学叫 原来是给人家送酒去了 反正闲着也闲着 进来吧 好 老山的 到处了 看不看到一人从这儿跑过去 看到了 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两个箱了 对 往哪儿跑了 好 顺着这条路跑啊 为什么要抓他呀 不该问的你别问 走 知道了 您不下去看看 嗯 不着急 让客人 先熟悉熟悉环境吧 有人吗 有人吗 这是哪儿啊 你们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儿啊 顾老板 您误会了 我们是请您回来做客的 做客 做客 有你们这么招待客人的吗 真要是把我当成客人 马上把我出去 现在全上海的警察都在找你 说起来 我们这儿 还真是你最安全的地方 我问问你 你们的主人是谁 把我弄到这里究竟想做什么 您还是先好好休息吧 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你谁呀 你 你给我回来 小梅 你还是舍不得这个家啊 我是回来收拾东西的 我要回老家去 小梅 你可以责怪我 对婚姻不忠诚 在外面有了女人 你怎么念念不忘你那老家呢 表哥 那老家有什么好的呀 我回老家 是想替你赎罪 我有什么罪呀 你难道非要逼我说出来吗 你说 当年 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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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因为什么属于他 老爹到底又是为什么会死的 你怎么又把陈年旧账给翻出来 你说当年的一切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表哥 表哥 人在做 天在看 你难道觉得用谎言就能支撑一辈子吗 上帝都把一切看在眼里了 表哥 你说你怀疑我 你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是我做的呢 你是不是喝酒了 难怪你能想出这么荒谬的结论来 难道你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吗 我没做 你说你让我承认什么 你不仅在当年犯下了重罪 诗之精明 你竟然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 你让我怎么去向上帝帮你祈求宽恕啊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家上帝 能不能少管一点别人家的闲事啊 小薇你不用去祈求谁 你也不用帮我去赎罪 我没有罪 只有像你这样傻善良的人 才一天到晚的想着自己有罪 自己欠别人的 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事情 有一个好东西放在这 无论你用什么手段 你把它得到 而别人没得到 那只能说明你比别人更有条件得到 别人只能自认倒霉 你太让我失望了 小薇你不能走 你绝对不能走 放开 放开 你打一会儿就好了 小薇 顾向如找到了吗 还是被他跑掉了 我们查遍了整个上海 这人好像凭空消失了 去告诉那些警察 他是一个危险的罪犯 已经发现立刻击毙 绝不能给他开口的机会 车站码头都是我们的人 他跑不了 最近我把所有的事放到了一块儿 仔细地想了一遍 所有的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人 只有他 才能把雷力刚 顾向如和我 联系到一块儿 你说的是 林天龙 除了他没有别人 林天龙 这人不是几年前死在七号监狱了吗 你马上去一趟七号监狱 重新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 我们绝不能再有疏漏了 好的 林天龙 就是你变成了幽灵 我也会让你再死一次 朱先生 越来越热闹了 雷力刚不但贪污精响走私军火 还在外面养了一个婊子 生生地把他老婆 给气得出了院了 雷夫人病了 我也是早上刚听到的消息 另外 汤正的手下 现在到处打精灵的来临 这个世界上知道我来历的 只有美国回来的秦教授一个人 只可惜啊 他不会告诉唐正任何事情 是啊是啊 还有市政府的人想要见钱点 想跟你商量一下 关于普通发展股票的商务工作 小桃 市政府真应该颁发你一个春真影线奖 舒先生 我这个是完全站在您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 好吧 既然市政府的大人物都出面了 确知不公 那我就去见见 另外秦教授有一篇学术文章 想在你的报纸上发表 这个 不知道陶先生能否帮我这个忙啊 不太好办啊 现在的读者不喜欢看学术文章 没有版面 你开个价吧 这发也发不大 也就是一小豆腐块啊 我要整版 朱学长 这就免怀其难了 陶先生你就开价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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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